我们今天探讨的主题是主持人自己自肥 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是对于ETF这个理财工具 就是长期以来都有在投资 那最近也看到一些现象觉得非常有趣 然后想要来跟这个我们的投资朋友 听众朋友来做一些探讨 也一方面帮我自己理清一些 我觉得也很好奇跟疑惑的地方 为什么立方会这样子说呢 因为我去看了今年上半年 现在是7月上旬 那我去看了今年上半年 整个台湾投资ETF的 这个所谓的受益人的人数 所谓的受益人数是指什么呢 就是有投资ETF的人 就是受益人 人数前十个前十大的ETF里面 我发现一个很好奇的现象 竟然有十支ETF里面 有五支全部都是标榜高配息的ETF 或高这个现象我是真的觉得很奇妙 那我这边来看一下数字 其实在整个上半年台湾有投资ETF的人数 大概已经来到了470万人 其实是非常的多的 那这些呢相关的有些大型的ETF 甚至去改变了它的配息频率 它本来从半年配 然后变成是季配这样子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调整 那讨论度这么高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 为什么台湾人这么喜欢配息 那我找来呢是市场专家 我来欢迎一下这个所谓的 富华投信的新商品金融部的这个畅宇 这个很有艺术气质的这个名字 江苍瑜 来 苍瑜给我们大家早一个早呼 立方早安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苍瑜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先来聊一下 就是台湾真的很喜欢高配息 对不对 那你们自己在市场上 是看到一些什么样的现象 因为感觉上 我觉得这么多人买 其实我自己也有买 但是我自己会会换 换标的 怎么说我有一些高股协基金 我发现说 它好像涨到一定的实 一定的净值 那我就觉得我会把资金挪动 到一些我觉得配息也不错 然后可能净值还没有涨那么高的 这个相关的ETF上 那你们怎么去看这个市场上 台湾人真的很喜欢高配息这件事情 那有没有观察到一些有趣的现象 怎么会这么夯啊 其实夯真的是 我们可以从数据上面来看 其实补充一下刚刚立方讲的 470万台湾ETF的受益人数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买台湾高股息标的ETF里面 大概就占了260万人 260万人 这样除下来是差不多有4成 差不多4成 还是超过 很多耶 10个人里面有4个人 没错 也就是每2.5个人里面 大概就一个人买台湾高股息 而且这还只是台湾高股息ETF的标的 我还没有算海外的高股息ETF 或者是其他高系类商品的标的 是 不过这数据其实 台湾人爱配息这件事情 其实也可以从 证交所每个月公布的定期定额数据来看 其实已经行之有年了 比如说台湾证交所每个月公布 2020大的定期定额户数 交易户数 我们从个股来看 20大12档金融 4档传产 4档科技 这代表什么 其实台湾人就是想要 你配息给我啊 你不用太会长 你牛皮一点没关系 可是我想要你稳定 我想要你配息 那再从隔壁的ETF定期定额户数来看好了 一样20大 大概有7加1档的高股息标的 7档的宽机型 然后6档科技 那为什么我说7加1档的高股息啊 可能有海内外高股息 另外加1 其实是我们家的那个富华富士不动产 它虽然是REITS 可是因为它这几年的息率还不错 所以我们也把它算在台湾人 因为它爱 所以是高股息类的产品 其实这就是很明显的存股数据嘛 台湾人就是爱这个 那当然也会市场上有一些投资人 也会就是在讥讽这些说 其实除息就是赚股息 其实就是左手配右手嘛 那都是来自于股价啊 但其实我觉得台湾10年大多头 给了台湾爱存股的这些投资人 一个很大的信念就是 因为股价一直涨 会填息 所以除进来的息 还是会牢牢的进口袋 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钱就是多的 都是现金流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2020年 全球大跌嘛 有一个很大的回档修正 是三月的时候 对 没错 所以这些投资人终于意识到说 我可能每个每年领一次的配息 不够我的资金运用 对 然后我可能 我是会有资本利损的 我的股价不是每天涨的 所以我需要现金流 所以这时候台股的确就是发行了一档 比较有名的 就是配息频率比较高的ETF 对 然后也带动了整个高股息ETF的盛市 就是00878 对 就是同业的商品 00878 OK 最近被卖的蛮惨的 待会再来探讨 对 所以我觉得台湾仍爱配息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有像这样子 引导了像这样子市场上的现象出现 对 所以后来我们富华投信也想说 我们为了要提供给投资人一些 能够更相较比较稳定的现金流 所以有一些多一些商品的选择 OK 好 0092就是这样推出了 好 那我补充一下 唱语的刚刚讲的 我怕有一些我们听众朋友 不是那么懂的地方 就是说像高佩席啊 一般我们就是讲说 我就是领席对不对 可是像如果遇到像刚刚唱语讲的 就是2023年3月 全市场都在大跌 太过也大跌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 我还没有领到这个席 结果我的股价 那ETF就叫禁值 就已经下跌了 所以就后来就会变成就是说 投资人心里会有很受伤的感觉 对不对 那好 那如果你很快填席 就没有关系 可是当市场状况 没那么好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所以现在那个时候的 这些相关的这个 所谓的金融业者 他就去发行 发行那种 就是配席的频率更短的 比方说每一季配的 那像现在更夸张 是每个月配的都出现了 对不对 就是你们家的产品 那就让投资人就说 没关系万一这个镜子掉下来 好歹我每一个月或我每一季都 有现金流 有现金流进来 有给米平我这种 好像受伤的心 那我觉得这个 要有经历过两年前的那一波跌的时候 甚至财业有感 现在市场 我觉得今年以来 一路台股涨上去 我们现在讲这个 可能大家没有太大的感觉 是的 可是我觉得最近 有一个 刚刚股息当然很好 就我又有 左手赚了这个 这个领这个息 对不对 然后右手 我看着这个镜子 又越来越高 最近像刚刚您讲的 就是在2020年 发行的这一档 00878 跟有一个0056 最近就刚好有 我不好意思讲什么 有两个投资达人 都是立方的好朋友 都是尊敬的前辈 那他们就在 Bits的脸书 粉丝专业上就在吵 就说 那有的就是 你抱那么久 结果净值的成长非常有限 那领袭 领的都有什么用 你这是自我安慰而已 而且是在市场下跌的时候 这个净值 这一点都不漂亮 那最近 那00878的这一档 感觉上净值 现在最近就是破20块 达人们 我看到跟我 认识的投资达人 至少就有三个人 在他们粉丝专业上面 讲说 那我已经卖掉了 我先算 赚了个价差 先跑一波再说 然后把资金挪动到一些 其他的配息率也不错的 标的上 那我这边就先获利了解一波 那你们怎么看 这种情况啊 就是说 真的长期下来 这种高股息的 这个ETF 你们怎么去解读 像这种情况 就是说 大家其实也是会 资金会去挪动的 其实台湾同业 我们都是好朋友啦 所以我们也不太去 不太方便去评论什么 不过回到高股息 ETF 我觉得还是要回到 投资本质 也就是 其实基本面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海内外啊 的确是有些ETF 它的投资逻辑 是不管基本面 它只关股息 就是我只想要诈息给你啊 那我可能就是在 除息之前买进 然后买进个股 然后个股除息完之后 我就把这些个股卖掉 然后把息配给投资人 但这样子的确就有可能 就是个股是资本利损的 也就是赚股息配价差啦 所以回到投资逻辑 其实我们00929 里面有一个 比较相对严格的 基本面因子 叫做ROE 就是股东权益报酬率 当然对 可能投资人想说 啊这我很熟啊 股东权益报酬率 可是其实这个函数的 背后的意义 其实在于公司要怎么样 创造获利 因为有赚钱的公司 它其实才配得出息嘛 然后我们这个因子 设得有点严格 我们会需要它ROE 三年是证数 也就是公司连续 三年是赚钱的 我们才会把它选进来 那这背后的意义就是说 如果你公司 因为我们很怕 选到景气循环股 市场上一直在吵说 啊有景气循环股 就是赚一年吃土十年 不要 像长荣 哇配七十块 对最近的航运股 真的就是下来 甚至还有航运的同业 就不方便讲哪一个 那他的老板当初 他也买了很多同业的股票 然后还说我们的航运的 这个我们未来的后世 还是看好 在各大媒体哦 你看三四个月 他受访都是这样讲哦 结果这两天被 不能说因为 他们公司卖这个股票 也要揭露嘛 也要公告 发现他自己都在卖同业的股票 而且就是亏损几千万 对 这样子 没错 所以不赚钱就配不出息嘛 那你有可能会鼓励 就是忽高忽低忽有忽无 那我要做月配息的商品 我当然不能把像这样子的 坏学生选进来啊 对所以其实我们家ROE是选 证数要三年 你一定要公司三年是获利 我们在看市场上 现在目前最近在发行的 一些其他ETF 有可能是比如说自取四季是正的ROE 那这样子相对其实就是 公司一年获利其实不难嘛 对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比较严谨的意思 我们是比较严谨的 那除了严谨 其实我 我有 因为我刚好也有持有 我有发现一个点 我觉得蛮喜欢 我当初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我 我自己也有00878 0056 008 7800 929 其实我都有 我很久以前就已经就是把0056 换到00878 然后去年又把00878 这个时候 我没有等到20块再卖 我大概19块多 我就先出场了 后来我当然也是在寻找下一个标的 那时候我就看到说 那个009是月配的 所以我就有去关注一下 但是我其实是个理性的投资达人 所以我是先看你们的选股的逻辑 跟那时候我去看 就是你们的那个相关选股那个表弟 前十大 我就发现有一个 我真的是 我个人已经报了两年的股票 然后我就觉得 既然可以选到这个 那当然说那些AI股啊 什么伪创那些其实都有 那我觉得也涨很多了 那后来我真的比较认真的去看 发现你们在6月记得30号吧 就把这个伪创涨很高的就剔除了 因为后来我去研究 为什么要做这个 这件事情是发现说 原来你们有一个选股的逻辑 我没有办法讲我非常清楚 因为我没有背 那就是意思就是说涨太高的 然后或者是其实他赚钱 本益比太高的 就是那种涨太高的标股 跟那个本益比太高的 我把它称为就是碰轰的股票 对就会把它剔除 所以我只留中间 可能整个基本面 跟他的获利表现 是真的比较好的 把那个最高的跟那个最下面的这种 就是官场现行计那种可能碰轰股就剔除了这样 所以有做一些持股的变化 那我觉得这个选股的逻辑我是认同的 所以后来就有把部分资金挪过去 对啊 其实ETF的优点 就是他会定期的帮你太弱流产了 你就想是选一位非常稳定 逻辑清楚个性稳定的投资经理人 然后很有纪律的帮你把资产做好配置 对啊 OK 好啊 那我可以问一下 就是说像这种所谓高股型的ETF 当然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选股的相关的逻辑 对不对 那还是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所谓的投资的属性 那你们加这个啊 就是说是不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希望 投资人总是贪心的嘛 我总是又想要赚股息 那我也想要就是说这个股 ETF的净值能够有爆发力的成长性 那我没有办法兼顾 对那要怎么样去做到这一块 净值也能够持续的成长 然后我的息我领的也开心 买00929就可以 是吗是吗 要这么直接吗 但是总是要有一些 就教我们投资人一些相关的这个逻辑 那到底你们在有一些什么样的强项 怎么样的在市场观察 因为现在又走到了2023 就是今年的下半年 我们要去看很多人都说 我是什么传统的旺季啊 或者什么什么的 那感觉第四季就是还很有很大的空间 那你们怎么去看这个产业的变化 怎么去再做这个部分 哪个产业会比较成长性 其实我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市场上的投资人分两派嘛 通常分两派啦 一个成长派然后一个是存股派 这两者其实通常是我觉得是互持的 对比如说如果是成长派 我就是会想要一直买标股啊 买会长的小鬼股 那我觉得存股可能对我来讲 并不是需求不是这么高 就太温吞了 对那存股族又会觉得说 那种成长股波动太大了 我怕我爪抓不到最低点满进 对所以他们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并存 但其实这件事情是可以的 因为会赚钱的公司 他才配得出息 所以代表说其实会成长的公司 跟他配出来的息这两者 是兼有的 是可以秉存的 对没有错 那如果像是您刚刚提到的第二点 就是下半年的产业 比较具有成长性的 下半年是传统的消费电子网机嘛 对那这点大家都知道 不过其实为什么要投资科技股这件事情 台湾上市柜的公司加起来 大概有1700多家 对 其中里面有800多家是电子股 然后而且电子科技股 其实也是台湾股市里面 大概市值30兆吧 第一名 第二名是金融保险业 大概6兆 所以第一名其实就是第二名的5倍 全台湾最聪明最优秀的这群人 不是在做医生 可能就是在电子科技业 对对对 去卖干 没错 而且其实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嘛 其实只要我们生活其实离不开科技 所以其实你的生活 只要还有便利性提升的需求 科技业就很难衰退 比如说像最近很红的AI啊 对其实台湾有很多电子大厂 ODM厂硬体厂 其实都已经慢慢的 就是在走入这个趋势里面了 台湾的比如说伺服器啦 电源供应器 还有IC晶片产业 其实都是很强的 对 那再提到00929的持股 其实投资人 因为都很透明嘛 投资人台湾来看 就会发现 好像很多都是比较成熟的大厂 但是就是可能不会有那种 心动感 那种标股 小贵股在里面 相对少 对 那为什么其实像这样子利润 就是像这样子成熟大厂 它的优势在哪里 其实就是第一个 它利润很稳定 现金很多 常债能力好 像这样子的公司 公司他们其实就更具有本钱 就是在遇到机会来临的时候 去做转型跟并购 对所以一旦遇到 比如说像市场上这种赛局 一旦新的趋势形成 AI或是车用等等的 像这样子的大厂 他们转型就很快 也来得比其他的小厂 来得更有机会 OK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你们还是看好相对的 就是电子业的发展 那电子业的这个产业里面 相对的优势会去看好相对 比如说历史比较悠久的 然后市价率比较高的 市值大的这种大厂 为什么 因为他们营修跟赚钱能力 都相对比较稳定 没错 常债能力也比较成熟 是的 对所以在财报的这个相关的表现上 的确是比较来得 站得住脚 那其实我觉得可以回扣 你刚刚有讲的一个ROE的一个概念 没错 事实上我觉得ROE是我们每一次 就是我过往在做记者的时候 我们在讲存股 因为存股大概也是这十年 或是二年来的显学 就是我们我投资很 我采访了很多投资达人 他们都会去讲说 我要去做存股这件事情 然后呢 我的选股至少就有五六个标 五六个那个quiteria 就是标准 比方说我的EPS每一年都要大于一块 或者是我的ROE要大于多少以上 ROE也是他们很重视的 为什么叫这个ROE这么被重视 因为它叫股通权益报酬率 对 换句话说 我们只要投资了这个公司 我们即使只有一张 只有五百股 只有两百股 我们都是算这个公司的股东 对不对 even是奈米股东 也叫股东啊 那ROE就是所谓的股通权益报酬率呢 就是这个公司如果赚钱了 它会分配多少相关的 它会照顾到我股通的权益 没错 所以比例越高的公司 就是代表这个公司呢 它在赚钱的时候 它越能够照顾到我们这种 所谓的股东的权益 那身为股东 当然要选这种所谓的比较高的 那我过往的存股达人 他们都会建议至少要大于15%以上 这样子 所以在ROE这件事情上 也是我觉得大家重视的 那存股这件事情呢 大家会重视的是什么 它的配息率稳不稳定 所以才会有EPS每一年要大于1块 因为你要赚钱 你才能够配得出来 对配得出来鼓励嘛 或这个是不管是 就是现金鼓励这样子 所以也会去同步去看说 那这个公司过去5年 它的过往的这个所谓的配息的 现金鼓励是不是够稳定 是的 然后就是也不会去选那种 前一年配5块 今年只配1块 然后明年万一市场又下跌 就只配2块这样 这反而是大起大落 所以很多的景气循环股 就容易这样 我讲一个例子就是中钢 也是我常常举的例子 它现在股价大概快30块 那在相对的景气循环不好的时候 它股价也跌到1块多 那它的获利就真的跟着 它这个景气循环在走 它好的时候可以配到 3块4块给你 不好的时候 它也不见得配得出来 变0点几 可是就存股来讲 我要的就是每一年 稳稳的鼓励进来 我没有要你配很多给我 可是我是希望 至少你要稳稳的给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回归到这个有关存股的 这些相关的特质 那回来你看 存股讲了十几年后 我觉得反映到 我觉得这个金融业员很聪明 为什么 因为它就开始去设计跟研发相关 就既然大家喜欢这么稳定的配息 那又不是那么人有那么多的厉害 说我就可以真的去报一档股票 报十年 或选从这170家公司里面选出 五档我值得长期报的 所以它就是金融业者去研发 或者是研发 发行了这些相关高股息 特质的ETF 就方便了很多的股民 可以去做这个选择 然后慢慢的这个 受益人越来越多 我那天在为了做这一集 你看那个数据我真的真的吓一跳 原来高股息的股民这么多 比例这么高 十个人里面有四个人 就是去买高股息 高股息的ETF 真的是很受欢迎 那你能不能就是说 给我们一些小小的提醒 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人都会觉得 科技股相关这个产业 就是波动很大 对 那波动很大 然后我又要去 有稳定的配息容易吗 我会不会在既然波动很大 或股价相对变化就很大 如果我的选择的持股 都是集中在这种科技类型的股票 会不会我的净值相对的变化 波动也会来得比较 怎么讲 让我心惊胆跳一点呢 我想这应该是 我们被问第二多的问题 就是波动度会不会很大 不过我们回测 我们这一档 就是00929 追踪的指数 就是科技游戏指数 它其实过去五年的 平均波动度 大概其实跟大盘差不多 都在16%左右 电子股的波动度 这样讲一讲 大家比较有感觉 大概在18% 18% 对 所以其实可是 这档指数的五年总报酬率 Total return 是大盘的1.5倍 哦 1.5倍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在差不多的波动度之下 但是却可以创造比大盘指数 更高的报酬率 高50%的相关的报酬率 是的 OK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 用下补值来比喻的话 是不是就是下补值算是比较 比较高的 对 比较高 就比较能够赚钱的一个标的 是的 哦 那这个就很 还蛮值得考虑的 嗯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段节目啊 就来回来探讨一下 就是说 到底这样子的产品 那它比较适合是来 做长期稳稳的存股的用途 还是我方面是做假查 因为我刚刚前一段 我们前面有提到 就是真的很多投资达人 就在喊00878啊 然后0056啊 就是不适合存啊 然后00878甚至 净值破20块就被 卖了很多这样子 那在勾股息的ETF 要怎么操作 我们下一段节目再回来探讨 今天探讨的主题呢 是用ETF来打造自己的月退缝 行不行呢 那我们今天 邀请到的专家 是我们的富华投信的 新金融商品部的江畅宇 那畅宇刚刚也跟我们分析了很多 就是一些相关 目前市场上有关于高股息 或就高配息的ETF这部分 然后有市场的一些变化跟状况 那我们刚刚立方也谈讨了一个 就是有关存股的这个部分的一些逻辑 跟选股的逻辑 但是比较轻松的方法 就是说其实是透过 这个高息的ETF来做持有的动作 可是仗宇啊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像刚我有讲嘛 投资人都很贪心啊 我有没有办法鱼与熊掌都能够掌握 我又能够享有这个所谓的配息率 是真的很漂亮很不错 然后我又能够去享有这个净值 能够有不错的一个成长的空间呢 要怎么做 其实我们在发行00929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就是想要导正一下市场上 国内外市场上高股息ETF的歪风 因为这几年投资人 其实就对于高股息ETF有很多 有一些些负面的想法 比如说买到波动大的啦 赚股息赔价差的啦 或者是股息息事或换股频率很高的 00929它当时指数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就是希望说 OK我们不要跟其他市场上的高股息ETF一样 我们不是其他的高股息ETF 我们尽量不旋径期循环股 我们不频繁换股 然后我们也不会有息事的问题 我们有收益的平准净嘛 对当时是这样子去导向的 那回到您提到的就是要如何与与熊掌 其实00929我们给他的 我们给他的希望 就是希望他可以尽量的 让投资人可以期待股息 然后也可以期待 就是有机会赚取到价差 因为他过去回测的指数报酬率 是大盘的1.5倍嘛 但是他的波动都是很低的 那他的过去回测指数股息率 平均有7.5% 其实投资人只是拿回测长期的数据来看 你看总报酬率 还有他的价格报酬 其实就可以知道说 这党是不是真的很有竞争性 然后也是他想要的 好那我可不可以问个比较残酷的问题 对 一般啊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子的部分啊 我可以就是说你们我知道你们最新的一个配协率是 你们是每个月配嘛 对 然后是0.11 最新的是0.11 最新的对不对 对 可是感觉上因为你们是新发行 然后会不会就是 雷声大雨点小 刚开始就是配的就配的很好 然后吸引了很多人上传之后 结果接下来 接下来就可能配协率不是那么漂亮 有没有可能 我真的要帮投资朋友问 为什么我先讲 不是故意找你查 而是过往 因为我长期跑金融嘛 以前有那种保险公司 他会发行那种所谓的利率变动型的保单 对 OK 然后呢他在发行的第一年哦 那个宣告利率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哦 就是在就是因为我们台湾长期低利率嘛 对 所以保单的利率也不会太漂亮 那什么叫利便型保单呢 他其实就是所谓的号称 我这个我这个宣告利率 会依照市场的这个利率变动 好好的时候就好 那不好的时候就相对就比较低 他是弹性的 那你有个下档保护 他叫做预定利率的 所以再怎么烂 他有个预定利率 叫做外币的保单 大概有2%到2.5 那宣告利率好的时候 然后有到4%之前 4点多% 结果他就会变成 我第一年我在号召发行的时候 因为他一年发一次嘛 号召的时候 我号召有4点多% 结果就吸了很多的保费哦 然后那通常那个保单都是6年期的 我就是我要缴6年的保费 或者是我 你是蹲缴 但是我要绑6年这样子 结果你会发现第二年 第三年 那个宣告利率 不见 不是不见 就本来从4% 一路变成3.5% 甚至3.2% 然后第三年就只剩下3% 一路向下 那大家会觉得说 那我好像要有那种上当的感觉 那像这种你们号称 你们配0.11嘛 就首度 你感觉很漂亮啊 那会不会未来 还能够持续吗 我们这个就是第一名被问的问题 对啊 我很担心 我们可能配得出来越配 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指数逻辑里面 第一个ROE 屏触景气循环骨 还有另外一个因子 我们那个股息变异性数太高的 我们也不要 股息变异性数是什么 就是变动 没错 个股配给我的股息 不可以忽高忽低 或者是忽有忽无 一样摒弃景气循环骨 因为我要做月配息啊 所以我们 我们的配息政策 我们是尽量 降低每个月配出金额的波动 对 那如果就是配息不漂亮 就是请找经理人 是的 是的 找经理人他就会出来负责吗 他会出来解释 OK 好 所以就是会希望尽量 就是 降低配息金额 那你刚刚有提到一个收益凭准金 这是什么啊 能不能帮我们 就是跟投资朋友 解释一下 因为我觉得一般人 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 其实收益凭准金 就是新发行的ETF 大部分 几乎 最近大家的同业 都已经来做收益凭准金 所以其实投资人应该很熟啦 收益凭准金就是 我们为了要避免股息息 是像我们通常在 每个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就公告这个月的配息金额 那如果配息金额不错的话 投资人可能会趋之若鹜 就是在除息前 大量的涌进 买进 对 那买进之后 那可能就会造成 因为我的分母变得很大 所以就会鼓息息息的问题 收益凭准金的设计 就是为了避免 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你越晚进来的投资人 你可能收益凭准金 设定的比率 是会比较高一点的 这样子才能保障 就是先进来的 投资人的权益 所以它就是为了要平衡配息的稳定度 所以所设计出来的一个机制 富华投资是第一家做收益凭准金的投资 后来因为我看大家就是有些ETF业者也就是标榜 就是他们有收益凭准金 才不会就是说我今天长期的投资 跟我除息前一天才买入的 结果是领一样的 对然后这个我觉得是有点不公平 的确我觉得在台湾也有一波 那种做价差的人 他的确就是会去关注 除全息先两三天我就进场 然后呢我领到了一个之后 我就马上走 对我马上下车 马上就是领到我就走人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 因为就是每一种市场上 永远有不同的投资的风格跟逻辑的人 要不然你看我们 为什么证交手后来放宽了 这个我们可以做当日冲 没错 对当冲就是我今天 我可以早上买 等一下下一分钟我就卖掉的 那我做当日冲这样子 那也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股民 在没有很多的资本 可以投资的情况下 他做当日冲 那我自己是比较少去这样做啦 因为我觉得 我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关注 那我只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投资的方式 跟投资的逻辑 其实没有什么好跟不好 没有什么对跟不对 只要适合你自己 以及能够操作起来你顺手就好了 但我想多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 比起立方应该是更少有时间一直在看盘才对 我如果是上班族的上班族的朋友 应该很多都还是那种就是说要乖乖的上班 没有办法一直打开那个所谓的股市APP 一直在关注股价的变化 那这种或许你可以考虑像这种ETF 或许比较好一点的选择 因为他一次就持有30个一次持有50个 那够分散 然后也不会说因为个股 你要到一个标股 那你可能也会跟着有赚 那万一你要想 你自己去选股的时候 你要你可能压了10档才压到一档标股 而且这一定是很厉害的胜率了 如果要不到你去在市场下跌 去压到一个跌也比别人快的股票 那其实相对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是的 好哦那讲到这个 我当初为什么会对00929有兴趣 是因为我第一我说看到他月配 然后呢我就去研究一下 他前十大事故 我就发现他里面有选到的一些 持有的一些股票 是我自己本身就很认同这个公司 很认同这个老板 那我就会去持有 比方说像加世达 那我就是过去已经持有他两年 我平均的成本是二十几块 今天我看已经五十几块了 对那我觉得觉得 我我纯粹就是很欣赏这个老板的管理风格 跟他自己在开拓这些市场的这些做法认同 然后像日月光 大家也不用就是也是很大的公司 这个我觉得也不用特别去讲这样子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就是 你们换掉以后再加入的叫奇迹 对那这个我觉得也是 还蛮看好的 发现好像英雄所见略同 所以就觉得认同度是相对的是比较高一点 是 那有一个东西 就是前一阵子的AI很夯 我看你们也有蛮多是相关的 那一路啊这样这样子的 AI啊会不会有一种风险 就是说一路往上冲 像伪创冲的这么高 那虽然你们已经把它剔除了 你们就逮捕了其他的类骨这样子 那会不会在这个选股我还是要很在乎的 就是说高集中在这种高科技的部分 大家还是会担心说 这个股价相对的是来的会不会 大家好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 那在这个部分你们能不能就是说 给我们一些不同的观点 然后来跟我们说服一下我们的投资的朋友 其实真的不用担心啊 因为我们的那个股息 我们有一个机制是波动度太高的 其实我们也是会把它就是筛选掉的 然后再加上我刚刚所说的 我们回测的五年波动度 它其实是跟大盘差不多 所以因为我相信投资票 其实存股最担心的就是波动度嘛 就像我们一开始提到证交所的 定期定额数据 因为就是前二十大里面 科技股占比真的是比较低 所以代表投资人的属性 都是比较偏金融传长稳定性的 但是这一档00929 我们是真的有特别筛选过 它的指数逻辑 所以它的波动度不会高 然后下普值也是相对于 就是高一点的 对就是不用太担心 OK那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来买啊 其实任何 我们不管是小资族啦 房贷族啦 或者是学生 其实我们都有试算过 其实任何只要有投资 每个月有用钱的 现金的需求 其实你都是我们的TA 对 可是你这样讲 就觉得全部都在讲好的地方 对啊 我还是要提出 您刚刚讲房贷族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假设今天 你要买一个2000万的房子 假设你准备了头期款800万 那头期款800万 其实我们试算 假设你每个月要付5万的房子 你先不要拿去买房 你来存00929 那我们用它的指数股息率 过去5年的平均7.5%来算 你可能本来要付 每个月付出5万块 但是你变成每个月领席 领了差不多5万元 对其实这样子 一来一往就相对 差了10万 你存个几年 其实就是另外一笔头期款 所以你是建议先不要买房 还是说贷款之后 先去做那个所谓的宽限期 这样子呢 应该是说 投资人怎么运作 当然是他自己的权利 我们不会说不要买房 要先投资 就是因为只有分左派跟右派 对 只是说你可以用 这是另外一种运用的方式 是可以作为考虑的 那像小资组也是 假设比如说你今天有 年终奖金 45万元 或者是50万元 你拿来存00929 变成你每年可能会多个 三万多元的现金流 三万多元的一笔钱 那你可以选择换一只iPhone啦 或者是你可以选择 就是拿去 比如日本玩一趟 那有资本利得 你就可以变成深冷商务仓嘛 对 OK 好 我觉得倡宇你讲的这个小资组 年终奖金有40万50万 这个这个是你们金融业才有的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不是我们的数字 真的吗 我觉得小资组怎么回来 会有这么多的 当然科技业可能要 今天探讨的主题 用ETF来打造 月月配的这个月退Phone 行不行呢 我们有请的来宾 是我们富华投信 新金融商品部的江畅宇 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名字也非常的特别 那畅宇啊 我们这一段节目 回来谈一谈好不好 就是说我知道 就是说你们现在发的这个00929 目前好像你们有观察到 一些有趣的数据 对不对 立方你猜猜看 因为我们就是每个月那个急报结算所 其实都会公布 就是每一个持股急剧的投资人 你猜猜看就是持股急剧投资人 最多分布在哪一个急剧 你所谓的急剧是说 我持有几张对不对 我要持有十张 二十张三十张 或几十张这样 让我猜以我这么 这么专业的投资人 专业一点都蛮愚昧的 为什么会有 我刚刚私底下我们在节目休息的时候 我有跟超瑜说我说纯粹我就是站在一个参事长大妈的那种捡便宜的心态就想说刚发行嘛 那这个镜子是最最合理的 所以我拍掉高镜子的 我来买这个刚发行的镜子相对比较低 我可以买的张数比较多 纯粹就是这种 当然这是愚昧的行为 大家不要笑法 但是立方就是这样一个 勤俭持家的妈妈妈 所以大家是这样子 所以我猜好 我猜十五二十张之类的吧 其实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是想猜 我们想说大概十张以内应该是最大的 对 十张大概就是买起来就是差不多十五六万嘛 是是是 但其实后来发现没有哦 四十到两百张的投资人占了最大众 四十到两百张很多耶 大概占了三十三percent 所以这不是小资组买的吗 对 大家很聪明 我觉得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我们在猜啦 因为每个月配息 对 它其实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优点 可以规避掉二代健保的保费 哦 因为二代健保不是规定说 如果你单次单档 领取的鼓励超过两万元 你就要被扣现在是二点一一percent 我最近非常有感 为什么 因为台股已经开始出全息 我陆续的那些股票鼓励进来 对 板子只要超过两万块 就一定会被扣 扣个几百块这样子 是是是 这是我个人的投资收获耶 我每一年乖乖的缴的健保费也很多耶 然后我每年只用在那个看牙齿 偶尔去看眼睛 我也很少享用到健保资源 是 然后我投资所的还要被课这个二代健保 真的补充保费 我真的是 我们也来科普一下给投资人 就假設你看 假設两百张 我们用十五块进场好了 一张一万五 两百张 你大概就是三百万嘛 三百万 然后我们用指数平均股息率 七点五percent来算 然后你再除以十个十二个月 你每个月领到的股息 大概就是一万八一万九 不到两万块的水准 所以就不用被扣二代健保 所以代表这三十三percent的持有投资人 他们其实蛮聪明 聪明节税 聪明省健保费 对 他其实这个数字是比十张以下的投资人的数据还多 因为十张以下投资人大概占了二十七percent 二十七 对 但是四十到两百张占了三十三percent 三十三percent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口袋啦 还是有优点还蛮深的这样子 除非是像立方前一阵子 就是某券商的那个APP就是出包嘛 然后不小心就按错只以为只有成交一笔 结果后来变成成交四笔这样子 然后像这种情况 要不然我发现原来还蛮多人 你是说四十张到两百张 对 是的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可以省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我自己是因为长期有投资台股 所以我会在这个部分是有感的 那也提供给一些 可能你口袋比较深一点 或许你在对于有关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这件事情也建议的投资人 或许可以把它分散到这种每个月配的 那每个月配的相对你的配型 一样的本金 但是你配到的单月单次拿到的金额 是少于两万以内 就不用去备克到这个几百块的 这个二代健保补充保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划算的一个方式 好 那最后一点时间 我们来探讨一下 因为既然台湾人这么喜欢高股息 而且我觉得台湾的人很喜欢冲浪 冲浪不是我喜欢把这个 水口沙滴吗 对 然后不是 最近就是我可能把这一个党的资金 一样都是高股息的ETF 我们从这一党移到下一党 再移到下一党会去挪动 我自己其实也是 那能不能给我们一些 听众朋友一些建议 如果你有兴趣选择这种所谓的高股息 类的ETF 那一般人应该注意些什么 或者是我选择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重要的点 一定要注意的 是 其实像刚刚提到高股息ETF的盛事 现在市场上大概有十二党的高股息ETF 台股的方面 对 那相较于2019年其实只有五党 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台湾人对高股息ETF的热爱 那这十二党 其实每一家做的高股息ETF 其实都差距很大啦 到底怎么挑 有些人是用预告利率 有些人是用已知利率 然后或者是有些顾基本面 有些是完全不顾基本面 其实投资没有对错 然后投资也一定有风险 不过我们会想要建议的是 如果你不想要 你的投资组合里面有景气循环股 或者是你也不想要 就是赚的股息赔价差 或者是你也不想要有股息息施的问题 其实00929是一档 蛮值得考虑的标的 对 因为我们当时在设计的时候 就是标保我们希望 我们听到市场上很多 对于高股息ETF的杂音嘛 有像比如说波动大的啦 景气循环股的啦 配息配不出来的 或是赚股息赔价差 股息息是换股频率太高 周转率太高的ETF 我们通通不想做 我们就是想要提供一档 它真的是有投资价值 希望它是有成长性的 希望它股价也是会成长的 然后又有就是 它又有股息率还不错的 这样子的ETF 然后我们做成月配 提供给投资人每个月 相对相较比较稳定的现金流 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宗值 对 所以怎么挑 我会建议投资人 挑ETF还是要注重基本面 因为如果没有注重基本面的ETF 的确是有 很有可能就是你赚到股力 但是你的资本利损 就是直接把你的股力 全部吃掉的状况 OK 好 可是这种ETF啊 基本上它都是跟着指数 是的 来做选股 没错 所以就是你相对的 我觉得也要去找一个 就是说你想要买的时候 你最好也要去研究一下 那它追踪的到底是哪一个指数 是的 对 那这个指数里面的相关的这个标的 其实都很透明 对我们的证交所 我们的相关的公开的网站都查得到 是的 对那你去看一下说 这些股票是你当然不可能 每一档都很熟悉 那也每一档没有专业那么多 可是至少这些股票 是不是你就有常听过的 或者是你自己甚至过去 曾经有投资过的 那你的认同度是怎么样 然后再来去看一下说 那这档ETF的它的相关的 这个在这个成分国的选择里面 那它在做每一次的态换的时候 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标准 那这些标准能不能说服得了你 那像我自己个人 是很在乎那种 就是我可能相对个性不是 虽然很积极 但不至于会去追那种所谓的标果 我这个人就是 就是不能说胆小 而是当我发现 有某一档股价在标的时候 你说之前的伪创 我也有注意到 AI那时候 可是我觉得已经一路涨上去 我这个人买个股 我会这样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就是我会先去看 我当我决定想要考虑买它 我就会去看它 这档股票过去三个月的表现 然后过去六个月的表现 过去一年的股价的变化表现 然后当我发现最近三个月 因为大家几乎多数都在涨 它的涨幅又特别高的时候 那我就会用这个 那个蔡市长大妈的那个智慧来判断 那它应该涨得蛮多的 那即使它未来还有机会继续涨 我也觉得那这个幅度 第一我可能会有追高的风险 第二即使它涨上去 那个空间有多大 我无法掌握 我就算了我就放弃 我反而会去找那种 涨幅还没那么多 然后相较于它过去 例如一年或三年 它的长期的股价的高点 有一段落差的 那甚至有些是跌的 我自己在选股就这样 那就会去发现说 最近可能是在整理的阶段 然后未来既然它股价当年有涨上 比方说去年有涨上一百块 那它应该也有机会涨上一百块 我就会给它一个 然后现在又在跌 我就会给它一个机会 我觉得我现在买应该不至于跌太多 然后我可能会有 未来一波上涨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ETF的选择上 我觉得大家也应该要去搞清楚 跟看清楚这个逻辑 有不是听什么好 达人说什么好 然后就去忙 对 忙碌各分 老实说我觉得大家钱都不多 像刚刚您提到 就是唱语有提到 就是三百万的四算 那可能就是几张 两百张的这样表 可能毕竟我觉得那个不是多数 那少数的人 像我们都是上班族 还是很努力的在赚钱 那钱真的是要好好的守住 所以选择一个合适你的 好的 你也认同它的这个投资的 哲学跟逻辑的 选股的逻辑的 ETF 那或许是你比较好的选择 是 那最后 唱语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没有 谢谢 谢谢立方 OK好 那其实我立方个人 也有买00929这一档 那不小心也持有 变成好像比较多这样子 那我还是在持续的观察 就是说 未来如果稳定的配息 当然我很开心 那未来如果说 它的净值有 不符合我的期待的话 那如果万一随时要下车 我也会通知这个投资朋友 那希望大家 就是也是希望 这个富华经理人 好好的来表现一下 然后要让立方自己的退休金 也能够一个稳稳的稳健长大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畅宇 出形 出形 赚 成长 出าย 两句 出品 出音 感谢观看